天水圍本來是一個很寧靜的地方 但是有一幫太騙子 他們不斷地找藉口 說什麼來跟我們改善環境 他們不斷說什麼 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 但是他們不斷找藉口來破壞我們的環境 剝削我們這幫弱勢社群的權益 去達到他們的個人目的 他們的政治目的 因為大騙子陸中紅 他最早可以9點就來 都會有很多的方法 如果大騙子陸中紅 大騙子陸中紅 是在大騙子陸中紅 他最早可以9點就來 一般是一個 他不斷地去 我是一個夜班職業司機 我每天早上6點才回來天水圍 最快7點才能去到達 但是這個大騙子陸中紅最早可以9點就來 一般11點就來 一個星期可以來3次 最多可以5次 哇 哪裏有較好份 不行 我第一次在2003年 下去正面跟這個陸中紅投訴 我跟他說 喂 63不行 你的喇叭桶很大聲 我晚上開車 早上7點才睡覺 我已經關了所有門所有窗了 但是你透過我的冷氣機 和抽氣機口進來 我清清楚楚聽到你說什麼 而且很大聲 他旁邊有一個跟他派傳單 光光頭的阿伯跟我說 蛤 你睡覺 什麼時間 蛤 你睡覺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 這個陸中紅走過來 按一按他 然後看一看我 我以為他跟我理論 怎知道他用個很皮視的眼光看一看我 然後轉轉頭 繼續喇叭桶 那怎麼辦呢 好 於是我就向各政府部門投訴 什麼部門都投訴過 每個部門都跟我說 喂先生 不好意思 這些東西我們沒有權利的 最後有一個部門 我不記得什麼部門 他跟我說 你報警 你除了報警 你沒有大義這些辦法 2003年9月2號 收到天澤村管理處的回覆 他說收到我7月27號向警方的投訴 作出協調之後 列出下列幾點 其中主要的就是 活動期間禁止使用揚聲器 認為操音滋擾 保安員可以終止其活動 如果不合作 保安員可以照警協助 他說 本辦事處將會事後追究 並協同食環處跟進 2003年11月15號 也都收到天衡村管理處的回覆 他說收到我向房屋處的投訴 也都收到天澤村管理處的反應 他說作出協調之後 使用者願意作出協助 令到居民不會受到操音的滋擾 還以為以後可以有9份 誰知原來全部都是大電子 依然是繼續這樣不斷來 依然是繼續這樣大聲 怎辦呢 除了報警 我都想不到有什麼問題 唯有繼續報警 但是報警又如何 警察來他收傷 警察走了他繼續 明天他依然繼續來 依然是這麼大聲 怎麼辦呢 這麼多年來 我都不知道報了多少次警 2006年8月15號 2006年8月16號 2006年8月19號 我突然被不信 爆炸 我突然被不信 爆炸 我突然被不信 我突然被不信 爆炸 接著當然是上警署 起訴我 然後當然是上法庭 當時我有一個這樣的念頭 既然我都完全沒有辦法 不如就希望在法庭上面 法官能夠主持公道 是 我錯 我犯法 我接受懲罰 但是 為什麼我會犯這個法呢 到底 他又有沒有犯法呢 當法官問我有沒有求情說話的時候 我只是說了 我是一個夜更職業司機 早上七點鐘才睡覺 三年來 我都不斷沒有教好睡 本來 我帶齊你們看到的一切 準備交給法官看 誰知道 他都不給我機會說下去 就說 我心理有問題 我應該帶耳室睡覺 他還說 他以前在九龍城住 飛機在頭頂飛過 我都是這樣睡 最後 罰了我3500元 留了一個刑事毀壞案底 唉 以下 是我當時 沒有可能在法庭上 問法官的四個問題 和一個要求 第一 法官大人 你現在是一個法官 你以前是不是每天都早上才睡覺呢 第二 是不是早上睡覺 就不應該要求有一個靜的環境呢 而要帶耳室睡覺呢 第三 你有沒有試過每天都帶耳室睡覺呢 如果帶耳室睡覺 都可以睡得著的 火警又會不會不醒呢 第四 他這樣使用喇叭筒法 又有沒有犯法呢 如果沒有 警察為何又接受我的投訴呢 為何三年來 警方不斷接受我的投訴 而又從來不起訴他呢 最後 我有一個要求 法官大人 你來我家 試試看看睡不睡得著 你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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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又想請問一下 特首曾蔭權先生 我問法官大人的問題 曾蔭權先生 你又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答案呢 他這樣不斷來 經常令到我不夠睡 會不會影響我的健康呢 如果我因為不夠睡 駕駛車睡著了都不知道 炒了上行人爐 撞下十個八個 我死了就算了 我條命戰 其他路上的行人 我車上的乘客又怎樣呢 或者你會說 喂 不夠睡就不要駕駛了 但是我要賺食的 我不可以經常說休息就休息的 各位 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 大家就看完了 最後 大家住在公共屋邨的朋友 你們都可能有機會 當夜班 或者要輪班 日後睡覺的 家裏有老人家 日後需要休息的 有同學 需要有一個寧靜的環境 做功課和溫習的 甚至曾經試過有病 需要休息 但是都被這班大騙子 用大聲功 用來一一剝奪了你的權利 來來來 大家一齊來 今年區議會選舉做個好公民 盡你們的公民責任去投票 但是 我們去投的是一張不信任票 投給這班大騙子的一張不信任票 多謝 我想請問曾任權先生 雙述的故事內容 是不是就是代表 你整天口邊掛著的公平公開公正呢 那班大騙子所做的一切 到底是不是代表著我們香港的 所謂自由民主呢 還是我們現在是給他們帶領我們走一條 好像台灣這樣的民主道路呢 為甚麼 你們貿易建住 跟何 lad state va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